嗨,大家好,我是Abi 我現在人在台灣 我今天早上才剛下飛機 今天呢,就要來開箱 我的新麥克風 Holyland的Lock M2 我會買麥克風是因為我的 YouTube現在是用 iPhone 15 Pro拍的 那一件麥克風 所以有時候在比較吵雜的環境的話 就會收音 就是不好聽這樣 之前呢都會考慮是因為 其他牌的麥克風可能價錢比較高 然後再來它又很大顆 會讓我覺得有點不自在 但這個的話呢,超級小 這個呢是 插到手機底下的 它是一對二,所以它有兩個麥克風 就是麥克風的大小 然後它是磁吸式的 所以它超方便 後面它有附一個小磁鐵 所以這個麥克風的話 隨時夾在身上 就可以了 它也是可以吸在項鍊上面 然後或者是領夾 夾在領子上面 我現在已經 把底座放在我手機上了 這邊會有小燈 如果是藍色的話 它就是開啟 那如果是綠色就是降噪 按兩下的話 旁邊這個鈕 它就會開始錄影 然後再按兩下 它就會停止 這裡超方便 只有九克 很輕 我是超怕 我會忘記它 然後把它拿去 就是衣服一起去洗了這樣 它的磁吸式 是磁力非常的強 充電啊 這一顆可以使用10個小時 然後如果搭配這個充電盒的話 可以使用40個小時的 現在使用的是 已經降噪的模式 項鍊啊 它都是有兩個 領夾也是有兩個 繩子 很好調 就是兩隻手一拉 就可以調到你要的高度 領夾的話也直接試試看看吧 也超方便超快 因為它的磁吸都是很強的 我現在在電扇前面 然後現在是已經開啟它的降噪模式 等一下帶這個毛毛看會不會不一樣 我現在電扇是開最大喔 現在把毛毛帶上去以後 有差別嗎 欸這個毛毛我真的是 有點不好意思帶出門耶 可是如果穿黑衣服應該就還好 那先這樣 等一下呢 我要帶大家去台北車站走一走 然後希望可以去吃個火鍋 今天是我第一天回台灣 後面還有四天 今天我就可以自己好好放個假 然後去看看台北的街景 順便帶大家參觀一下 重點還是會測試一下 這個麥克風的收音如何 我目前為止是非常非常滿意 而且它真的是很小一個 然後又不會引人注目以外 收音特別好 OK待會見 那個我偏低調 所以我要貼一個黑色的 這樣完全不知道有待吧 出門 我現在要先去吃火鍋齁 餵 現在是下午的快四點 一家沒有回來 我家離台北車站 只要坐公車 二十分鐘就會到了 我講話非常的小聲 但好像收音還是蠻明顯的 蠻清楚的 超久沒有來台北車站的 超久沒有來台北車站的 然後 這裡長兩路 這樣子 而且有點沉 所以車站還是沒什麼變啦 走吧尋找我的 算是午餐還是晚餐呢 現在是下午三點多 看起來超陌生的耶 所有的店感覺都不一樣 我想說地下街賣火鍋 火鍋不是味道會很重嗎 在K區地下街這裡 這火鍋設計 坐對面真的不行耶 太尷尬了 好的我要認真吃飯了 因為只有計時90分鐘 現在人比較小一點了 剩下我還有另外一對情侶 但我覺得這邊的 人 不是沒有禮貌 是偏冷漠 我說這邊的店員啦 蔡康永的書已經賣光 朋友竟然買給我了 這邊竟然也有耶 我到了大廳 我覺得現在有這個 麥克風好好玩 今天啊 我在到家的時候 我媽就全身裝扮好 她的自行車裝備 還有她的自行車 所以她就去騎車了 她今天要騎到 從台北騎到中立 所以她一整天都不在家 這一個麥克風啊 最遠的話是可以到300公尺 我會不會等一下手機就不見了 有這個麥克風感覺 很像台客劇場 有人正在發便當給街友 因為台北車站這邊就是 有很多的街友 走出來的白噪音超大聲耶 前往金站隔壁而已 台北的樣子 這個人形橋很可怕耶 它一直在晃耶 最近想要買耳機 我剛剛聽了以後超喜歡 我要買了 準備了 降噪真的超誇張 完全聽不到噪音 來到我的前前東家 不可能還有認識的人吧 講完馬上看到 先離開 我害羞 好的我要回家了 回家以前還要去領我買的書 為什麼會有人決定要做這麼危險的一件事情 而且它是異交 前幾天看到Trey 有人問說 女朋友是什麼工作 會讓你覺得很驕傲 有人說是空服員 有人說是模特兒 那我覺得最讓人驕傲的還是剛剛那位交警 或者是護理師、醫師、警察、救護人員 雖然我拍這裡也有可能會被打 但是我真的很不理解 為什麼台北車站會有這樣的景象 我自己認為啦 政府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我到亞洲地區 真的是很少有看到這樣的樣子 像台北車站就是一整個外圍都會是街友 然後我就印象中 日本、韓國是真的沒有看到 中國也沒有太大印象了 如果我是外國人看到 應該會覺得這個國家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睡在這邊 有夠多人的這裡 機場捷運 我拿了我的蝦皮包裹兩本書 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然後看書 看到忘記時間 忘記現實 忘記工作 然後沉浸在書的世界裡 哇 那感覺一定超棒的 我買的兩本書 一本是 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 另一本是 我可能錯了 這一本超多人推 很想要看 以前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都會覺得 就是周邊的噪音很吵 沒辦法好好的說話 現在可以好好說話了 我覺得我跟我身邊的很多人 都有夢想 都有目標 都有期待 有可能不是這麼的開心 因為有一些煩惱 想搭乘但是還在努力的 我覺得我們都太努力了 應該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不要把自己逼到一個很緊繃的狀態 好好的欣賞每一天就是美麗的地方 以前我會因為夢想 讓自己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身體會壞掉這樣 太想要達成了 但現在知道就是要做取捨 夢想是夢想 夢想就是如果你是過程中 也是讓自己能夠是好的 然後又達到自己目標的話 我覺得才值得 結果最後兩本書啦 小米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我不確定後面幾天會不會拍影片 今天是我回台灣第一天 就拍了這一支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